以前学过的数字迷都是给你个数式让你填 这次我只给你横式 你还会填吗 注意这可不是一般的横式 我还有特殊要求 填好之后 算式中的数字得关于等号左右对称 想一想 这说明这两个格子里填的数肯定是一样的 这就容易多了 先看看末尾 右边是6乘1也就是6 那左边的二乘方框 末尾也应该是6 想一想 可能是23得6 也可能是28是6 究竟是哪一个呢 另一个框在首位 那就看看两边的首位吧 对比一下 这俩书左边的小 那这俩书就在右边的小 肯定不能填8 只能填3 这样就填出来了 看来做横式问题 还是一样用末尾分析和首位分析 不过我要额外告诉你一个诀窍 末尾分析在乘法里比较好用 但首位分析 要是用除法就特别容易看了 比如这个算式 知道的数在开头 所以得用首位分析 把它转化成除法看看 被除书的第一位是8 这都不够伤 那说明除书只能是9了 除书有了 被除书的前几位都知道 咱们可以先正常动作除法 最后这个二十几 得除以9处的尽才行 那它就是9的倍数 只能伤3 得27 把它再写回原来的乘法算式 就得到答案了 是不是很容易啊 再来一个多位数的练习一下 末尾只差一个数 先把它填出来 三乘谁末尾得1 只能是3721 要估算首位 就得把它转化成除法的形式 63乘谁 差不多是600多呢 肯定很大 试试看9 63乘9 就得567 下面是63乘7 也就是441 这俩数加起来 就添出倍数数了 倍数数是6111 把这个数是变回乘法的横式 就得到这道题的答案了 如果首位换成8 这里就凑不到600了 你可以自己试试 以上就是如何解决横式问题 仍然使用末尾分析和首位分析 特别的 成除法中 用除法来做首位分析比较简单 因此可以把成法算式变成除法 再做首位分析 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的话 就快去做题拿金币吧 再做首位分析比较简单 再做首位分析比较简单 再做首位分析比较简单